习近平一时三鸟打曾庆红台媒,范冰冰背后有席二大目标,台湾时事观察员黄世聪日前接受台媒采访披露,范冰冰事件牵出了大陆娱乐圈背后偷逃税,假票房,资金外流,圈钱,洗钱,明星充当白手套等重重黑幕。 尤其牵涉出曾庆红的弟弟曾庆怀等人美国媒体人,阿波罗网评论员王赌然,表示习近平打击娱乐圈洗钱逃税对他来说至少有三重好处,既可以打击政治对手又可以收钱回来,还可以转移中美贸易战的注意力。 另外,黄世聪还通过叶问三阐释大陆明星及影视公司是如何洗钱的,范冰冰背后的事例抬媒消息,目前据称范冰冰台湾经纪人,穆小光被释放待仍处备监控状态。 茶税的风波不仅波及大陆而且排弯在大陆发展的艺人如周杰伦,霍建华等也会受到牵连打击面越来越大。 作为中国演艺圈的大姐大,范冰冰财富名列2017年,中国名人收入排行榜,榜首,公开出来的数字是24400万元。 在这么复杂的演艺圈范冰冰,没有背后的靠山如何做得到,范冰冰连年曝光的坎城影展,都没有任何一部主演的电影参展比赛。 那么究竟是哪股力量,在背后支撑着这位首富一线女明星,范冰冰的巨额资产,是如何获得呢? 仅仅是个人的资产流动吗? 海外资深娱乐界人士,透露大陆的演艺圈复杂,的情况超乎想象不仅和军方有密切关系,而军方的关系后面,还有江泽民的力量在背后。 演艺圈的清洗更鲜舍,到中共高层的内斗范冰冰桃水风波,引发的演艺圈地震,其实也是中共高层。 军方内斗的地震一波,更加严重的是明星,已经染指大陆股市等大量资金外流问题,因此从去年中,已经开始受到大清洗频繁曝光,砍成影展范冰冰,却没有任何参赛电影。 台湾时事观察员黄世聪认称,目前北京当局已经抄了所有的地下钱庄,甚至他也去股市动用了所有的力量,阻止所有的卖压,但是这个钱到底从哪里流出来的呢? 原来是影视圈同时这些有军方背景的演艺公司还开拍了《战狼》,《战狼2》,《空天烈》,《红海行动》等鼓吹军事主义,要扬威在美国之上的树敌电影。 而文宣和娱乐这块其实,是仍然掌握在军方和江家的手上。 今年初习近平发表了禁止军方涉猎影剧圈的禁军令,宣扬民族和军事主义的电影《战狼2》及《红海行动》,都遭官方内部分批,黄世聪分吸衬。 这次娱乐圈清洗,大家都觉得摆明是冲着华裔兄弟来的。 华裔兄弟和军方关系非常好和满满军火的保利集团合作密切,如共同成立拍卖公司。 而范冰冰的男友李晨背景,也不简单深具军方军工产业背景。 另外香港的演艺圈其实有董平,曾庆红的弟弟曾庆怀,还有英皇集团的杨寿成三个人主宰,而这三个人早就到大陆发展,所以中国大陆的演艺圈也被这三个人掌握。 所以这次范冰冰事件,其实背后的目标是董平和曾庆怀,那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爆发? 董平和肖建华的关系非常好,肖建华在去年被带走之后,传言他又抖出来演艺圈相关的东西,所以在肖建华被带走没多久,董平也不见了一被带走,问话从此就没有行踪了。 大陆演艺圈实际上是有背后更大的这个集团在里面。 台湾时事观察员的分析,表明江泽民的曾庆红的势力不仅渗透到武警、军方、行政实际也包括了香港大陆的娱乐圈。 曾庆红的弟弟控制了大陆和香港娱乐圈。 美国媒体人阿波罗网评论员王赌人,表示习近平欣喜娱乐圈有不少好处,至少可以打击政治对手。 削弱曾庆红家族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实力,在江泽民们升发大台,的引领下中共官场,还是靠弦和权的实力说话实力弱了。 追随者自然就少了就动摇了今年6月20日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微信公号学习小组,的短文中习近平说,每一个权力中心的周边都聚集了一批养齐鼻息的既得利益集团。 这些人,因为接近权力中心得以垄断资源,获得巨大的利益。 他们可能是权贵阶层,也可能是白手套他们游走在边缘与权力。 完成合谋每一个贪腐案件中,官员的身边末步聚集了一批进权力。 得楼台,先得利益的商人权钱交易,是贪腐永恒的话题规制权力。 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难题,霍尔果斯成为偷税天堂。 在贸易战大环境下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大陆本土资本为保值不断从各种途径疯狂外逃,而被称为中国西部影视之都,的所谓霍兰物霍尔果斯,则成了一个合法的管道。 霍尔果斯不仅从避税天堂变成重灾区,每年流失税收40亿人民币,大量的资金更从这条合法的管道源源不断流失。 如果电影的制作公司、娱乐公司注册在霍尔果斯,执行当地无免无减的企业所得税政策,注册前五年免除企业所得税,后五年减半同时增值税中央和地方共享税收。 最后按50% 50%分析其他附加税100%地方留存,总额地方留存部分及50%的增值税和100%的附加税年缴纳,满100万开始按比例奖励一般奖励15%到50台湾时事观察员黄世聪分析称。 很多电影和娱乐公司实际的缴税总额不超过1亿元减免幅度达到80%以上。 例如《战狼2》这部电影一共斩获56亿票房扣除院线收益,到达出品和发行手里的收入,将近22亿元再扣除发行费核制,做成本还剩超过19亿毛利。 如果《战狼2》背后的影视公司注册在大陆并正常缴税,应纳税总额共超6亿人民币皇室聪认为接下来很多演艺圈的明星过去金流有问题的,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会陆陆续续的爆出来,因为他们背后都是代表一票一票的势力。 也就是说从去年肖建华去落网人民币在过去一段时间还是不断的贬值,资金还是不断的外流。 那么前,从哪里出去的皇室聪日前接受台媒采访透露,霍尔果斯位于一带一路上一个城市人口,共计8.7万人该地区,却注册了几万家公司。 注册公司的数量超过了居住人口,其中注册的影业公司竟超过1600家,目前大陆要整顿这个现象因为霍尔果斯不仅成为滔逃漏税的重灾区,甚至目前大陆很多资金已经通过这个通道流出大陆。 而问题在于这个管道,在大陆是合法的大陆在审查资金外逃中发现,明星不只用这个避税天堂更疑似,被利用于洗钱和资金流出的现象。 大陆宣布赚了很多钱而这个钱却跑掉了美国媒体人阿波罗网评论员王篤然表示,习近平清洗娱乐圈即可以把偷税漏税的一部分钱收回来, 同时还可以转移国内外中国人对中美贸易战的注意力对习近平来讲,至少一举三得从叶问三看明星与影视公司洗钱过程,明星和影视公司又是如何完成整个洗钱过程的呢? 叶问三,据称就是一个所谓成功的洗钱典范席票房有一半都是假的,目的就是为了充高股票价格再抛售,圈钱, 洗钱十亿的票房大概成功圈到一百亿人民币,台湾时事观察员皇室聪称, 叶问三原来的黄柏宁任监制但电影开拍之后被用两亿人民币买走, 该片后面所有的控制都不是黄柏宁,它可以抽成和分润,只要挂名就有两亿人民币, 而背后的金主快乐集团在买断后,把叶问三的票房变成一个投资所有的东西, 都是为了圈钱快乐集团,底下有两个单位,一个叫十方投资, 购买了叶问三百分之五十五票房股权,也就是说票房里面可分得百分之五十五而叶问三, 整个票房超过一半以上,是假的,也叫做所谓冲绑,也就是你把票买了如午夜场, 大家就被骗去看票房,真的网上而叶问三,采用的手法是早上八点半电影院没有开系统, 却显示有票房甚至出现送票,造假场次或者造假抬高票价到二百人民币的情况, 在有了造假票房之后,快乐集团底下令一家省开股份有限公司, 集出资四千九百万人民币为叶问三,设立一个所谓电影票房收益全投资基金, 将电影和投资连接在一起,同时用叶问三用于p2p融资票房买的很好以后票房的收入就是我的基金, 然后再用这个基金跟外面的人骗钱,一个叶问三骗了真正所需要资金的十倍百倍以上十亿的票房大概骗了一百亿人民币, 另外同一个项目这边做众筹你看,他去荡天财富,荡天金融,苏宁,京东, 每一个地方要钱,圈钱,筹钱,那么快乐集团,是如何操作洗钱呢? 台湾时事观察员,黄世聪日前接受台媒采访透露夜问三,约被买了一万个位置, 卖得最快的都是侧边的位置快乐集团,在网路上所有午夜场12点,1点,3点侧边的位置, 以最快的速度买完,中间部分的位置就跟当地的电影商说, 你自己卖我不管买完票后就要来圈钱,快乐集团通过夜问三一路圈钱, 创造了从来没有听说过的金融杠杆,今年拿了160亿人民币,逃了阿波罗网斯瑞后报道。